中方对五眼联盟国家外长发表涉港联合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该声明是五眼联盟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右翼立正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区立法会选举是中国的地方选举 纯属香港内部事务 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 也没有理由干预 面对严峻疫情 香港特区政府决定推迟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这是保护香港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正当之举 也是保障立法会选举安全和公正公平的必要之举 关于香港国安法 我要提醒个别国家一个事实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近一次会议上 有七十个国家支持中国制定香港国安法 谴责利用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这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声音和公正立场 无眼联盟国家根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中国驻有关国家使馆已向有关国家提出严正交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